10月1号传出悲痛消息 郑少秋的大女儿不幸上吊自杀 由于这一消息太炸脸 再加上很多网友不明所以 于是便将矛头对准了郑心仪 再加上郑心仪早前身陷意义症风波 所以一直认为上吊自杀的女儿便是郑心仪 其实不然 对比来说 这个大女儿所受到的关注度很低 但她却是郑少秋这辈子无法割舍的痛 如果再加上沈殿霞 那么郑少秋的一生真的可以用渣男来形容 外界所知晓的郑少秋 只有两段广为人知的婚姻 但实际上她与沈殿霞认识之前 还有一段短暂的感情 对方名叫卢慧如 第一段婚姻 据悉 当时的卢慧如对郑少秋非常痴迷 虽然育有一个女儿 但还是没有能挽留住两人的感情 分手后 卢慧如带着女儿远走他乡 并为其灌输父亲是渣男这一思想 不过伴随着长大 再加上思想的成熟 以及对社会的认识 男女感情的理解 她开始理解当年为何父母会选择分手 几年前 妇女两人在拉斯维加斯见面 虽说具体的画面并没有曝光 但妇女之间的隔阂最终消除 至于其自杀的原因 除了与母亲自小灌输的思想有关之外 还与其最近陷入三角恋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郑安怡参加了一个宗教的活动 并认识了许多人 这些人对郑安怡的遭遇非常同情 但上个月却发现 一直不见郑安怡的踪影 随即报警 郑安怡被发现死在自己的住所内 第二段婚姻 对于第一段婚姻的懵懂无知 第二段婚姻更像是一场交换 当时的沈殿霞也是疯狂迷恋郑少秋 但郑少秋的资源并不是很多 恰恰相反 沈殿霞的资源属于圈内顶级 就这样两人走到了一起 颜值的差距使得这一猜测始终存在 后来因为感情问题 郑少秋与沈殿霞离婚 所以说郑心仪的童年很不快乐 没有父亲的陪伴 也让其对感情产生了依赖 好在这些年 郑心仪与郑少秋的关系逐渐缓和 再加上她自身的努力 最终被大众认同 至于前段时间传出的不好消息 郑心仪也是从没有公开回应 不过现在她过得的确不愉快 如果说她成长在一个完整的家庭中 绝对不会患上抑郁症 第三段婚姻 有人说 当年郑少秋与沈殿霞婚姻的破裂 源于关金华 也有人说 关金华的背后势力比沈殿霞还要大 这些江湖传闻已经无从考证 但对比来说 她们所生的两个女儿 要更为低调和幸福 从小在父亲的关爱中长大 所以并没有被俗世困扰 也没有闯荡娱乐圈 不过她们却比郑心仪更幸福 前两年 郑心仪与她们的关系也是逐渐缓和 不过总给人一种不和谐的感觉 同父不同命 真的应了那句话 有的时候你做的坏事 不一定会报应在你的身上 但一定会有报应 三段婚姻 没有一个儿子 大女儿自杀身亡 二女儿抑郁症 第二任妻子去世 这一系列的噩耗 想来并不是巧合 郑少秋这四个女儿的人生 无不让人唏嘻 郑少秋 太狠了 郑少秋从小就长得帅气 所以在十七八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女朋友 当时郑少秋的女朋友名叫卢慧如 两个人交往了有三年 在这期间 卢慧如给郑少秋生下了一个女儿 也就是郑少秋的大女儿 郑安怡 不过可惜的是 当时郑少秋和卢慧如都是刚刚事业起步阶段 条件比较一般 在经历过初期的甜蜜后 争吵成为两个人生活里的主旋律 最终 两个人仅存的感情在一次次吵架中消散 卢慧如带着女儿离开了郑少秋 之后 郑少秋就几乎再也没见过卢慧如和大女儿郑安怡 当然 郑少秋也并没有完全不负责任 她担负起了郑安怡的上学费用 一直到郑安怡上完大学为止 可即便如此 郑少秋从来没有主动去看过自己的这个女儿 当后来郑少秋成名后 有媒体采访问及此事 郑少秋也直言不讳地表示 彼此之间的确断了联系 甚至于就算在大街上碰到 应该也认不出对方是自己女儿 一个父亲做到这个份上 也算是一言难尽了 郑安怡除了学费外 其他的所有费用都有卢慧如承担 根据港媒报道 郑安怡的生活一直过得都不是太开心 直到今年 2023年的9月30日 郑少秋的大女儿 55岁的郑安怡 被发现自杀于美国南加州的一所公寓里 因为一直联系不到卢慧如 所以社会上呼吁能让父亲郑少秋前来处置后事 之后 港媒立刻联系了郑少秋这边 而郑少秋这边给出的答复是 我们再了解处理重了 女儿在国外自杀 死后却无人安置后事 这样的人生实在令人唏嘘 郑少秋的第二个女儿郑心怡 是其跟胖姐沈殿霞所生 二人交往期间 沈殿霞已经成名 而郑少秋还是个无名之辈 所以之后 郑少秋的成名 才被港媒一直说是吃软饭被捧出来的 毕竟这么一个帅气的男人 却娶了一个胖姐 也难怪会被人乱想 当然 这并不妨碍两个人产下爱情的结晶 只是面对各种流言蜚语 郑少秋终究没能抗住 在郑心怡只有八个月大的时候 就选择和沈殿霞离婚 于是 相同的剧情又重新发生了一次 郑少秋再次消失 很少和自己的这个二女儿郑心怡见面 但对于郑心怡来说 万幸的是自己还有个明星母亲 最起码物质上是能够保证的 可天有不测风云 不久后沈殿霞去世 郑心怡突然失去了自己最亲近的母亲 对其心灵产生了巨大的打击 再加上其特有的肥胖体质 余缕被人拿来说笑 郑心怡一度患有非常严重的抑郁症 在郑心怡最需要安慰的时候 郑少秋却依旧没有站出来 只是沉醉于自己的工作里 对其极少过问 郑心怡为了不被人嘲笑身材 一度拼命减肥 可过量的减肥 反而让其身体承受不起 体重是降下来了 身体却出了很多毛病 最严重的时候 郑心怡一度哭着 对镜头说自己好难受 可即便如此 郑少秋依旧没有有所行动 因为此时的郑少秋 已经有了自己的第三段感情 以及另外两个女儿 并把全部的宠爱都给了她们 和沈殿霞离婚之后 郑少秋遇到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关金华 关金华的肚子也很争气 一口气又给郑少秋生了两个女儿 或许是爱无极乌 郑少秋一改往日里不闻不问的态度 对待关金华为自己所生的女儿格外宠爱 可偏偏这种宠爱又害了郑永恩 郑永恩因为从小受宠 性格非常傲慢 虚荣心强 在上学期间 因为知道父亲是大明星 就让郑少秋来接送自己上学 以此来作为炫耀 惹来同学们羡慕的目光 生活优越的她 在感情上也玩得非常态 在自己十七八岁的时候 就成为了学校里著名的花花公主 每隔一段时间就换一个男朋友 甚至会将自己和不同男朋友拍下的合照 一起发出来进行炫耀 一开始 郑少秋还替自己这个女儿遮掩 直至后来 郑永恩的行为越来越离谱 郑少秋在面对镜头的时候 也只能来一句 我管不了的 可见 郑少秋也只能由着三女儿郑永恩 这么堕落的生活 对此也无能为力 或许唯一能让郑少秋安心的 就是她的小女儿郑永希了吧 或许是见识到了 郑少秋教育女儿的能力实在一般 小女儿郑永希 基本是母亲关金华一手把关的 对其非常严格 事实上 郑永希也非常争气 安安稳稳地学习 并考上名牌大学 为人也非常低调 很少在网上发表一些言论 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小日子 可以说 郑永希是最让郑少秋安心的一个女儿了 所以这时候我能炒一下